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赵梁树怡 欢迎各位收看这个油锅税局制作的节目 这个节目要告诉大家一些有关小费收入报税的方法 美国的税法规定餐馆老板要向政府报告对于小费收入的处理方法 我们就要告诉你怎么样来配合这件事 有些行业采用一种叫做小费收入分配的方法 假如你的雇主采用了这种方法处理小费 我们要让你了解它对你的影响 美国的税务法律对靠小费为生的人有很多条例 其中有些是比较特殊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请国税局的官员 洪心女士为大家说明一下 谢谢赵女士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希望在这个节目中能帮助大家了解一下申报小费收入所得税的问题 一般来讲小费收入报税并非最近才施行 依照规定每年报税时必须申报全部的小费收入 因为小费是你总收入的一部分 不论是现金或非现金 比如任何从客人那里得到的戏票 入场券 礼品或服务等都要折合市价申报 加上部分未向你老板报告的小费收入 全部都要填入你的报税单上 你必须在下列三种表格之中 挑选其中一种最适合你的报税表格 来深入